女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丈夫给骗了 因为她看到死了八年的丈夫竟然还活着 安娜有些难以置信 她下意识地伸手向丈夫打招呼 可这时她却惊讶地发现 丈夫身边的女人居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并且两人还有了孩子 还没等安娜反应过来 丈夫就带着那个神秘女人离开了机场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安娜决定先跟踪丈夫 却不料出租车早就被其他乘客预顶 尽管安娜表示可以付双倍的价钱 但还是被司机婉拒了 然而等安娜坐上另一辆出租车时 丈夫和那个神秘女人早就消失不见 八年前 安娜明明亲眼目睹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可如今却又突然出现 并且还和安娜长得一样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 这一切也太过诡异 此时安娜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她急忙翻出丈夫的社交账号 结果却惊恐地发现 这八年来 丈夫一直在网上分享着生活的各种美好 回到家后 安娜还在翻看丈夫的社交账号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 她将自己反锁进了浴室 然后躺在浴缸里继续查看 然而没多久 安娜就在丈夫的关注列表里找到了那个神秘女人 点开主页后发现 那个神秘女人竟然详细记录了和丈夫相识相恋 再到结婚生子的过程 而这一切全都是安娜未曾实现的梦想 看着丈夫一家的合照 安娜在心里不由犯起了嘀咕 万一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长相一样的人呢 为了验证猜想 于是安娜立即回到房间 接着她就在网上搜索起关于长相相似的问题 只见视频中的科学家表示 世界上确实存在长相相似的人 尽管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 听到科学家的解释 安娜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就在她安慰自己这一切只是巧合时 那个神秘女人发表的一条动态 却再一次让她惊恐了起来 安娜看到女人发布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居然跟自己小时候拍的一模一样 安娜被吓得不知所措 她急忙询问母亲自己是否还有一个孪生姐妹 可还没等母亲回答 安娜就赶忙爬到柜子上 然后将家里所有老照片都发了出来 可找了半天她也没有找到和自己长相一样小孩的照片 然而就在这时 安娜却意外发现了自己小时候写的日记 而日记上面记录的正是自己的梦想 长大后有三个孩子 并且还要住进大别墅 安娜震惊不已 这一切不正是那个神秘女人所拥有的吗 看着女人生活得如此幸福 安娜羡慕不已 这时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她来到一家理发店 接着便对理发师谎称视频中的女人是曾经的自己 并要求理发师还原之前的发型 然而没多久 理发师就给安娜剪出了和那神秘女人一样的发型 根据丈夫发表的最新动态以及位置 安娜很快就来到丈夫所在的餐厅 进到餐厅后 安娜果然看到了丈夫和那个神秘女人 见女人起身向厕所走去 安娜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她迅速尾随女人走进了厕所 可让安娜没想到的是 当神秘女人看到她后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女人似乎知道她的存在 安娜拦住女人想要问得清楚 却不料被女人一把推倒在地 情急之下 安娜拿起一旁的垃圾桶直接就砸向了女人 女人应声倒地 安娜下意识地摸了摸女人的脉搏 没想到 刚才的那一下竟然把女人给砸死了 容不得多想 安娜赶紧逃出厕所来到丈夫身边 由于太过激动 安娜一把就将丈夫抱在了怀里 而丈夫也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 只是轻声地问了安娜一句 为什么换了一身衣服 安娜瞬间慌了 只见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随后便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重温一下青春 所以才换了这身衣服 丈夫听后没有怀疑 然而就在这时 安娜突然看到有人在厕所发现了女人 担心事情会暴露 于是她急忙将丈夫带出了餐厅 路上她强压着心中紧张的情绪 并试着询问丈夫是否还记得关于车祸的事情 可没想到自己不胜酒力 说完便昏睡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 安娜在豪宅的床上醒来 很快她就意识到 自己成功代替了那个神秘女人 看着挚爱丈夫送来的早餐 以及三个可爱的孩子 此刻的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 至于真相 现在对她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只要能够待在丈夫身边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就在安娜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时 却没想到 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没有当过母亲 安娜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 从而这也导致她无法融入孩子们的生活 不仅如此 安娜还要代替那个神秘女人去上班 这对于安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万一露出破绽 那后果不堪设想 没办法 她只能硬着头皮来到女人公司上班 但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她在公司的表现不仅没有露弦 反而还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开会时 安娜只是随口说了几句自己的观点 却没想到被领导连连称赞 从小胆小又自卑的她 第一次感到被人夸赞的虚荣 安娜在心里不由地暗自窃喜 原来被人认可的感觉是如此美妙 回到家后 安娜就迫不及待地与丈夫分享起工作上的喜悦 而丈夫听后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安娜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 但只可惜好景不长 这天夜里 安娜像往常一样打算洗漱休息 可谁知那个神秘女人竟早上门来 而女人的一句话 更是吓得安娜直冒冷汗 感谢观看